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装测试工作后 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本月下旬则机实施发射 而此次它也将前往从未去过的目标 月球 这也是自去年年底以来的11个月内长征5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4次发射 正所谓长武 摇武 送长武 冬月 奔月 去探月 在静静等待了三年之后 这位我国的使者计划首次实现从月球的采样返回 把月软或月延等宝贵样品带回地球 届时将有望为我国探月工程重大科技专项绕 落 回 三步走发展战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无人月球采样返回探测方面 苏联可以说是开路先锋 这也许与苏联载人登月办托而废有关 所以转向用无人空间探测器采集月球样本 1970年9月12日 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个无人月球采样返回探测器 月球16号 它在月面软着陆后用自动钻孔机采集月球样本 然后把样品封装于返回舱内 接着上升级从月面起飞 返回地球 最终返回舱于1970年9月24日在苏联境内着陆 它从月球丰饶海取回了一块101克的小样本 美国也不甘示弱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通过阿波罗计划实现了载人登月的目标 1969年7月至1972年12月 美国共实施了七次载人登月任务 成功将12名航天员送上月球 尽管载人月球采样返回技术更复杂 成本更高 但由于航天员可以得到舱外活动 还能乘月球车漫步到比较远的地方去采集月球样本 所以用载人飞船从月球采样返回 不仅采集量大 选择性强 而且采集范围广 从阿波罗11号到17号 带回的月壤和月延样本 总计约381.7千克 今天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项最复杂任务 看看嫦娥5号将如何采样 如何将宝贵的月壤送回地球 1.月球的珍贵土壤将怎样被带回地球 一般来说探测月球有三种常用方法 一是环绕探测 主要用于对月球进行综合性普查 二是着陆和巡视探测 主要用于对月球进行区域性详查 三是采样返回探测 主要用于对月球进行区域性经查 相比前两种方法采样返回探测 可以将月球的月壤等关键性样品运回地面实验室 供科学家进行精准分析研究 有利于进一步了解月球的状态 温度物质含量等重要信息 深化对月壤、月壤和月球形成演化的认识 从技术层面看三种空间探测方式 有明显的递进关系 每一步都是对前一步的深化 并同时为下一步奠定基础 最终达到全面深入了解的目的 完成月球取样返回任务 需要经历一个全面、精细、深入的科学探测过程 可以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 并为今后载然登月和月球基地选址等提供有关数据 奠定技术基础 要想将一部分月壤样本带回地球 毫无疑问的 我们需要有一个从月球起飞的火箭及上升器 它能够携带着这些月球纪念品离开月球 但是在离开月球之后 我们会有若干个选择 在月球轨道上停泊一会儿 或者是直接返回地球 直接返回地球这个选择听起来 非常简单直接 也确实能省下好多事情 苏联三次月球表面采样任务 便是这样开展的 但是由于人类目前还没有在月球建立火箭制造基地 因此这枚上升器必须由地球出发 再将封装好的月壤样品送回地球表面 这就意味着上升器会需要携带 由返回地球所需要的全套物资 就会导致其变重 如果上升器变重 相应的就需要更多的燃料 才能将其送到月球表面 最终会导致探测器整体起飞质量的大幅增加 即使长征五号尽管是我国现役 运力最大的火箭 这样的起飞质量需求对它来说也很难满足 毕竟它月球转移轨道的投送能力是八吨左右 因此我们的上升器为了多装月壤 只能轻装上阵 放弃一些不必要的物资 在月球轨道上飘一段时间 既然在月球轨道上有一个等待返回的火箭 那么势必需要一个轨道器待命 为火箭提供返回地球的动力 而一般的轨道器是不具备载入设计的 因此需要一个载入器 来抵抗火箭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载入地球时产生的高温 同时为了减少返回的负载 在对接完毕之后 上升器还需要进行样本的转移与交接 将样品从上升器中装入载入器进行封装 最后我们还需要把上升器 从月球轨道上送下去 也就有了着陆器的设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相比于前面 嫦娥1号到嫦娥4号的月球探测器 嫦娥5号的结构复杂得多 足足有四个主要部件 上升器、着陆器、载入器和轨道器 而嫦娥1号与嫦娥2号仅仅是一个轨道器 嫦娥3号与嫦娥4号也只有一个着陆器 与一个巡视器 二、一次探月飞行都有哪些难点 整个任务包含运载、发射、地月转移、近月制动、还月飞行、月面下降、月面采样、月面上升、交汇对接、还月等待 月地转移、轨道分离 再入回收12个部分 嫦娥5号有望实现我国航天史上的四个首次 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 月球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在这种环境下 着陆器如何钻孔 产娥能不能顺利把样品封装进 上升器 以前没做过 首次从月面起飞 以往都是地面固定发射 这次要在月面 以着陆器为平台 发射上升器 怎么导流 怎么散热 如何控制 都是新问题 首次在月球轨道 进行无人交汇对接 上升器发射到月球轨道 要与轨道器 返回器 组成的组合体 交汇对接 把采集样品转移到 返回器后分离 这种太空对接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首次带月壤 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 返回地球 轨道器 返回器组合体 带着样品 飞回地球 在距地面几千公里时分离 最后返回器回到地球 以往的返回舱 都是以第一宇宙速度 7.9公里每秒返回 这次是以第二宇宙速度 11.2公里每秒返回 速度更高 摩擦更大 返回器的气动外形 防热材料 姿态控制 都是新挑战 四个首次让整个任务的复杂度 大大增加 而且全新的任务要求 更是对我国 航天人的重大考验 好在 这些考验在过去几年的历程中 早已被一一攻克 如果成功 中国将成为人类第三个 获取月球样本的国家 相比最近的苏联1976年的 月球24号采样返回任务 已经是时隔44年 除了以上难点之外 探测器的部件 多导致连接件数量多 由此引发的强度问题 探测器之间的即时通信 采样机械臂 在月球特殊环境下的可靠性等等 都是此次任务 需要一一予以验证 与解决的问题 此外 即便嫦娥5号任务完成之后 再入器内部的环境仍然是真空 在我们揭开盖子的时候 仍然需要在设施完善的 特殊实验室内进行 以防止地球大气的涌入 对样本造成影响 这些细节贯穿着 这次嫦娥5号任务的始终 其中任何一环出了问题 都将对任务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也正因如此 嫦娥5号成为了我国迄今为止 最为复杂的航天任务 为了在这场大考中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国航天几乎所有的先进技术都将得到使用 各个部门的航天人 用完备的论证 充分的实验 辛勤的汗水凝结成了嫦娥5号的战衣 带着我们的希望 伴随它前往着慢慢的征途 展望未来 中国也提出了相应的进一步月球探测方案 在通过嫦娥1号到5号任务完成探月工程三部之余 中国还规划了探月四期任务 嫦娥6号计划在月球南极进行采样返回 嫦娥7号计划开展对月球地形地貌 物质成分 空间环境等综合探测 嫦娥8号将集中于科学探测实验和关键技术进一步突破 后续再建立小型国际月球科研站 有人短期职守月球基地 最终实现2036年至2045年间建成综合的大型月球基地 实现人类长期驻流 并完成全面大规模的科学探测 技术实验与月球资源开发利用 并保持定期的月往返航班交流 目前嫦娥6号任务的进展尚未公布 不过据中国航天网站的最新消息 中国探月第四期工程 嫦娥7号任务已经开展在核竞争工作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 我国的探月之路未来可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